你不懂得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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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仔, 早晨 早晨, 早晨 發仔… 我有好消息告訴你 什麼好消息?我和太太 今天報紙說 政府現在提倡用腳踏車 代理人力車 那以後這條街上就沒有黃包車 我以後沒有車拉 你也說好消息? 現在就叫你快去學腳踏車 我那個朋友張先生開車行 他知道了不知多開心 我又不懂得在腳踏車 對了, 政府現在有免費訓練班 你快去報名吧 讓我學識也沒用 我也沒有腳踏車 這一層你就放心 張先生跟我很熟悉 他答應跟我們換一步 真的嗎? 那真是山雞變鳳凰 發仔, 以後踏腳踏車 跟人力車就不一樣了 韓太太, 你這麼幫我 我真不知如何謝謝你 傻瓜 我當你是弟弟 你是死木仔 你一定可以的 謝謝你, 韓太太 不用 韓太太 李阿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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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仔哥, 你快拆一雙鞋子 炳叔稍後要出去 你不用急, 我跟韓太太談完 發仔哥, 你快拆一雙鞋子 我派稍後被人罵 阿香, 我不是跟你說過 以後誰再打你罵你 就被雷公砍, 不用怕 發仔, 阿香這麼急 你快幫他搞定 我們明天才報名就行了 好 先走了 謝謝你, 韓太太 發仔哥, 報什麼名字?這麼開心 我報名是學腳踏車 學腳踏車有什麼厲害 人家說怎樣你就怎樣 阿香, 以後街上沒有黃包車了 只剩下腳踏車 你說這個變化是不是很大呢 大就是很大 但是你有腳踏車嗎? 你就有所不知 韓太太有個朋友是做車行的 她答應了我 只要我學會就幫我換車 那我以後不可以坐… 不一樣是你踏車, 他坐車而已 阿香, 你別這樣 我以後學會腳踏車之後 可以到處帶你去玩 還有, 我以後不用整天保鞋 我可以拉客、拉貨 那賺錢的機會就多了 你說是不是? 那你以後不保鞋了? 你要學車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傻丫頭, 這件事是好事 要不要商量嗎? 你…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阿香, 韓太太這樣幫我 我們要謝謝她 你要謝謝你自己去, 我先走了 阿香 阿香, 你沒事吧? 阿香, 你怎麼在這裡? 阿香, 你怎麼在這裡? 我沒有約到你 你現在… 我剛剛拉客來這裡 所以就看你下班了 你真好 韓太太, 你千萬不要這樣說 你平時幫我這麼多 我也不知道怎麼報答你 再說, 我又沒什麼本事 頂哥就載你下班上班 你來就好了 阿香, 我今晚喝了很多酒 我頭很暈 那別多說了 我先送你回去 好聲 好聲… 你坐著找我 好, 走 為什麼法仔哥這麼晚還沒回來? 快點回來 快點回來 韓太太, 到了 下來吧 好聲 我的頭痛得要爆了 韓太太 韓太太 韓太太, 你沒事吧? 我… 要不要扶你去金醫生找藥吃? 不用, 這麼晚就不要麻煩人 夜晚晚在這裡看什麼? 有什麼人不要看 韓太太喝醉了嗎? 糟了, 那個保鞋子抱得這麼緊 他臭小子還不乘機所有嗎? 女人喝醉酒, 成何體統? 小朋友, 別看… 看過都要抹眼了 快點…關槍 早安, 八姑 早安 好鞋子 好鞋子 昨天嚴覆不淺, 抱得這麼緊 韓太太 怎麼樣?頭還暈不暈? 昨天肯是喝大了 我平哥每次都喝大了 不過我懶得管他 你真是好命 有個年輕人抱得這麼緊 髮仔, 你… 老婆嗎? 不叫你八姑真是浪費了 哪一天不白, 你也不開心 你… 你這個保鞋子 你不行險打吧? 我怕你嗎? 神祖流流在發噁風, 走就走 你就是發噁風 夠膽做人, 夠膽認 你說多一句吧? 發仔哥, 你就說一句吧 阿香, 是他神祖流流來吵架 你不叫他說一句? 你沒做過虧心事 怕什麼被人說 虧心事?我什麼時候做過虧心事? 你昨晚一點也不介意嗎? 我介意什麼? 我什麼?我什麼都沒做過? 阿香, 我和髮仔真是沒事的 你不是聽阿保鞋子旁邊這麼說吧 你知道, 髮仔一向最關心你了 與我無關 他喜歡關心誰就關心誰呢? 蘭姨, 你這三秒要花了 我先回樓了 阿香, 阿香,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髮仔, 你真的好好地跟阿香解釋一下 解釋什麼?我什麼都沒做錯 算了…時候也不早了 我們快拿下去報名吧 對了, 我現在回去再穿衣服 三角這麼亂 為什麼髮仔哥對韓太太好呢? 對我又沒那麼好 好啊 我現在又不是檢驗他補鞋 為什麼他經常打算去學踩車? 馬姓, 怎麼跑跑跑拍完 一輩子又叫便你們 麵 balls仔forth�� differences …… 慢慢來… 行了, 你幹嘛ler? 你覺得他負責? 阿香, 還生氣了嗎? 阿香, 我… 你當然還是為韓太太那件事 阿香, 法仔哥現在整個人 都像扯線公仔一樣 人家說怎樣就怎樣 那倒是呀, 她現在… 對了, 阿香 法仔和韓太太剛才出門 說報名學車 學車要兩個人嗎? 那韓太太是介紹人嘛 話說回來, 韓太太這次真的很積極 她昨晚還拿了衣服來 叫阿勞公趕快改給法仔 有這樣的事? 是呀 是這樣的… 她就拿一件舊衣服 改給法仔記穿 但是舊的, 不是新的… 阿勞公, 現在是說 法仔記抱緊韓太太上樓那件事 你真是瘋狂狂的 你…你…你誤會了 你的法仔記抱著韓太太 那上一次, 你頭暈的事 又不是法仔記, 那…真是… 上次怎麼會呢? 上次她是扶著我而已 我自己走進家裡的 你真是… 她幫人我都沒意見, 但是… 你要知道, 韓太太是做夜場的 你說如果一個不小心 法仔記學壞了的話, 你說… 老婆, 你這麼說話 這樣像是太字兵和包租婆 老公, 你把你老婆和包租公、包租婆給 你說清楚, 我是你老婆 你這樣說話, 你先說清楚 如果不是…你不用叫阿香 你說清楚, 如果不是中午就沒有反抗 小弟弟, 找錢了 不想要嗎?這麼失魂 不好意思 小弟弟, 慢慢聊, 進去就好了 走, 走在這裡, 走在這裡, 慢慢聊 走, 慢慢聊 走, 走在這裡 我們八字都沒了一片 就頂心頂肺了 何時才能像人家那樣白頭到老 老公, 我都整天辛苦了 好, 先喝杯水吧 謝謝老婆 小心點, 慢慢喝 老婆, 你也沒得常喝 你看你這麼多汗 在這裡注意身體, 休息一下 你先喝水吧 為何他這麼瘋狂? 我也快就被他氣死了 都不理會哄人家 蘭姨, 我報到河車, 搞定了 你看他的樣子, 笑得見顏不見顏 蘭姐, 今天很多人報名 幸好法仔夠聰明 問了幾句, 他就過關了 那就好了 法仔, 你有這個機會 多虧韓師奶奶大血 是呀, 我真不知道怎麼多謝韓師奶奶 阿香 阿香, 我已經報名學車了 是呀, 阿香 法仔以後再不用這麼辛苦 拘捕人力車了 他是我們省城第一批 學腳踏車的人 他踏車關我什麼事? 阿香, 你這麼說就不對了 現在廣州省腳踏車代替黃包車 這是大事, 社會文靈組進步了 是呀 阿香, 為什麼我學車你不開心? 我不開心, 我就是不開心 我學車我長看 我學車了 我學校第一批, 次大事 他 lil生, 還好 避免你 連自己也不開心 他們看到的 他說的 你不開心 他聞起來 我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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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看这件衣服合不合 我穿过几次就一直放在笼底上 你拿去吧 这颜色很合我 娜姐 什么事? 我知道, 你们以前看不起我做母女 不过我真的有我苦衷 福哥和法姐就知道了 我要照顾我儿子和姐妹留下的儿子 才做母女 对了, 韩太太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阿福哥回到乡下 我们街坊街里有什么能够帮我们 尽量帮吧 是这样的 阿香和法仔吵架都是因为我 你知道吧 我之前和阿香解释过了 但是他好像不太想听我说 你想解释什么? 你知道吧 我们七十二家房下 住在一个大院里面 有什么事都应该互相帮助 之前我介绍法仔去拉黄包车 现在我叫他报名和脚踏车 都是互相帮助 阿香, 再加上我真的当我法仔 是弟弟而已 我真的不想阿香误会我 更不要误会法仔 我现在明白了 我之前还误会了你 你要解释的 让我帮你和他们解释 那就好了, 蓝姐 真的拜托你了 那我先走了 行了 谢谢 你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吧, 我已经说到口水都干了 你理解我吧, 好吗 你就说吧, 我正在听 你看你现在多牙尖嘴里 你这么说, 真是不相信我 我没说不相信你 我都亲眼看到了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 你…你亲眼看到了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你看到什么 我不想说, 都说不出口 阿香 人家韩尸拉一个人 照大两个弟弟哥了, 很艰难的 我没说韩尸拉不是好人 我们大家都很关心她的 我以为你小器嘛 我像这么小器的人吗? 你做好事, 我一直都赞你 阿香, 我对你这么好 你感觉不到吗? 是吗?我不觉得 你别耽误我了 我…我现在都一心一意对你了 我看不出 姐姐… 阿香, 你没事吧? 你放手 你没事吧? 放开, 我你就放手 人家你就摸得鬼死敢杀 我真厉害你 放开 阿香… 我这次跳下珠缸也洗不清 阿香 阿香 怎么整个谷气禽他呢? 法仔呢? 不知道 你刚才跟他一起去的 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你平时思思文文的 怎么一说到法仔, 你就发脾气了 谁叫他笨 正一是牛皮灯笼, 怎么也不明白 阿香 你信不信兰姨? 信啊 兰姨, 为什么你无故随着这么说呢? 你今晚来倒垃圾的时候 就来我家, 我有话跟你说 现在不可以说吗? 今晚来就知道了 阿香 法仔, 你摸着手吗? 不用扮了, 人家上了楼了 你真的摸着手吗? 你真的摸着手吗? 法仔, 你信不信兰姨? 阿兰, 法仔来了 快点, 坐吧… 走… 其实今晚叫你来就想说… 我和你阿瑞叔都是过来人 所以就想说说我们以前拖手的那些… 你不是和法仔说的吗? 把我来回答你真是… 不认识你吧 他以前真的有很多女孩追的 经常跟女孩不是摸手, 摸肩膀 你说, 见到她是不是把脾气了 看你说了什么 我帮人量身做衣服而已 他也要吃醋 你… 对, 女孩喜欢男孩的时候 就很喜欢鑽牛角尖 尤其他越喜欢你, 就越吃醋 就像阿香那样, 没事的 也会突然对你发脾气 阿法仔, 是这样的 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 你就要一心一意地对他好 那就要努力做事, 博命赚钱也行 要吗? 是… 法仔, 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蘭姨瑞叔, 你们心水这么清 都看得出来了 是呀, 说吧 她就是阿香 阿香 阿香真的是一个好女孩 我平时有什么不开心 她也会陪在我身边 所以以后无论有什么困难 我都会和她一起去面对 一生一世都会好好地照顾她 直到我死了为止 好 法仔哥 阿香 法仔哥, 我不要你去死 阿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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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せ 阿香, 你走快點吧 你這樣摸摸摸, 走到公園天都黑了 行了… 這樣人家才聽不出我們在一起 就算被人看出了也沒所謂 如果有人告訴伯姑, 那怎麼辦 你走去前面, 我在後面跟著就行了 好…那你走開吧 好 阿香, 你走去那邊幹甚麼?回來 你…你幹甚麼?你幹甚麼走開 你看看他們 他們倆欺負你?豈有此理 不是, 是我自己不開心 為甚麼突然不開心 我在想, 如果我可以像他們穿過衣服 每天開開心心地讀書 每天有些同學玩 又不用受氣, 不用被人罵 那還不錯 阿香 我真的很想嘗嘗 就算一天也好 小姐哥, 你是不是覺得我在做夢 你們倆在幹甚麼 你們不是去荔枝灣蛙艇的嗎 阿香, 你為甚麼眼眨眨眨 你們吵架嗎 阿香, 其實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 看到這些學生哥, 我也很羨慕 有的, 不過跟人不同命嘛 不時無得那麼多了 這樣吧, 我請你們倆去吃東西 吃完東西之後 就不會想這些不開心的事了 好嗎?走吧… 來, 走吧… 發仔 發仔 你為甚麼在這裡 韓太太,你回來了嗎? 我要去開工了,就這樣吧 你懶得了嗎?天氣還沒亮 你開什麼工作? 對了,天氣還沒亮? 韓太太,你這麼早下班 沒有,我看有些不舒服 就早點回來休息吧 發仔,你最近搞什麼? 天氣還沒亮,就說要去開工 你小心自己的身體 韓太太,沒所謂,我還年輕,頂一頓 也是,你也要顧著自己的身體 對了,你最近很等錢花嗎? 要不要我借給你 不用…這些錢我一定要自己賺 怎麼回事呢? 是這樣的,阿香生日快到了 所以我打算送一套學生裝 給他做生日禮物 學生裝? 發仔,看不出你是挺有心思的 我看阿香一定喜歡這個生日禮物 我也是這麼想的 所以我打算在他生日之前 買一套衣服送給他 是呀 那你就努力吧 佛仔記… 你怎麼會這樣 兩妹,你告訴我 這些究竟是銀子還是草子 你真傻,這些當然是銀子 這些是銀子? 我說就連草子也不如 你知不知道,前幾天 我去買五千元 還能買一套最便宜的學生裝 可是我今天去看 五千元連酒也買不到 這些是銀子嗎? 你傻了嗎?這樣把錢吊在地上 你也沒辦法 無緣無故拿什麼五千元去買學生裝 我建議你 拿你五千元去文湯市場 買一大堆很好看的衣服回來 你一定會比我更好看的 小妹妹,我不是要買你說的 我是要買學生裝,學生裝 怎麼也要買學生裝 難道穿著學生裝來補鞋 可以招納很多生意 你說甚麼?我買給阿香 為甚麼? 我買一名拿去 我買給阿香 你還要買一家 你還要買一家 我買給阿香 我買一家 你還要買二家 我買三家 你還要買一家 我買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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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 韩斯拉在母厅暈倒 好嘞嘞, 怎么暈倒了 有没有去医院 但是刚去完医院再回来 那医生怎么说, 严重吗 医生说她严重贫血要住院 但是韩斯拉严贵, 所以没住 那医生还去了外地出診 远水救不了近火 医生说她需要定养 起码半个月可以上班 这么严重?我去看看她 你晚点再看她 她刚吃完药就睡着了 那样 你的腰干什么? 没什么 我今天在码头搬火的时候 不小心扭傷了 那你过来坐下 你看到医生了吗? 我哪有这么矜贵 我回去搬那些药就没事了 拜託你赚钱还赚钱 不要拼命 要不就这样 那件衣服你不要买 我帮你卖人借 借? 不要了, 确实不行 我就去卖血了 卖血?你傻了吗? 你根本要活着, 还去卖血 如果到时你卖得像韩主婦那样 我看你怎么办 那又怎么办 你知道吗? 后天就是阿香生日 那阿香生日也不用卖血了 如果让阿香知道我的衣服 是你卖血换回来的话 她穿得开心吗? 不让她知道就行了 如果你去卖血的话 我告诉她知道 凌妹 是朋友的就应该帮我保守秘密 我就是跟你救朋友 自然让你去卖血 但这次无论如何你都要听我说 最多我找回经常 光顾我买烟仔的学生第一套 麻烦你… 不行了 不行, 麻烦你 不行, 麻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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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 算了, 不要再求她了 那傢伙 鐵鐵帮我替我买衣 我也替她吐烟盒的 今次叫她替我小吐王也不行 有她吧, 何必强人所难 我自己搞定 那你又不用太灰了 最多一代替你想想吧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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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姨 娘姨, 你沒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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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搶東西, 要不去報警 沒有…沒事 快給我收拾好衣服 要不然弄壞了, 我賠不住 好… 我弄壞了 好可怕 發帝記 你沒有看甚麼 去吧 去哪兒見 發帝記 發帝記 好可怕 找到了… 你倆傻傻傻傻丁丁丁丁丁的 拿著這件衣服去幹甚麼 蘭姨 你這次真是發帝記的大恩人 甚麼恩人 我們一邊走一邊說 是呀, 好了… 走吧… 是這樣的 通誠書 好, 站好一點 是, 準備 好, 頭伸高一點 好, 站好一點 是, 準備 預備, 一, 二, 三 好, 好了 佛大哥, 很開心, 謝謝你 多謝 我說是我沒用 這樣也買不到一套送給你 你別這樣 我已經穿了這套衣服 還拍照, 已經很開心 你知不知道 今天是我離開父母最開心的一天 真的嗎 那就好了 對了, 香 阿香, 照片都拍完了, 我們回去 回去就要還衣服給人家 我想多走一會兒, 好不好 這樣嗎? 好, 走吧 阿香 停車… 韓師奶 是呀, 這麼巧 阿香, 你穿這套學生衣服 比那些學生漂亮很多 是呀 你不相信, 問一下法仔 對了, 我有個朋友送了一番鬼石樓給我 今天是你的生日 送給你吃 這些也叫石樓嗎? 是呀 怎麼跟我們的石樓不一樣? 怎麼吃? 這樣, 撕開它, 吃裡面的紙就可以了 是呀 你們玩吧, 我要去醫院了 謝謝, 紅師奶 謝謝, 紅師奶 小心點 小心點, 再見 阿香, 我們嘗嘗吧 好 好好吃 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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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記得多謝蘭姨 蘭姨 蘭姨 我還給你一件衣服 這麼快樂? 謝謝你 什麼話?我去還衣服 老公… 怎麼了? 死了… 這晚都不知道怎麼死了, 你看 怎麼了… 人家陳老闆, 現在不收貨 要我們做個新的給他 真不知道怎麼死了 阿姨, 發生什麼事? 八仔, 你們怎麼這麼不小心 我借給你們那時候說好了 要你們小心點, 你看 好, 弄髒了, 洗乾淨就行了 不要緊的 老公, 我這瓶洗乾淨就行了 問題是我剛才當著人家的面子 怎麼洗都洗不掉 這塊這樣的東西都不知道是甚麼 給我看過 是… 是石櫥汁 蘭姨, 那天我和阿香吃過的 翻鬼石櫥 可能郭姨弄髒了這件衣服 發仔, 為甚麼你當時不告訴我 讓我趕快洗就能洗掉 你知道這些果汁 過了一段時間還要曬太陽曬 你用甚麼選擇都洗不掉 糟了沒有, 現在這樣… 對不起, 蘭姨 是我們不好 好 現在說對不起有甚麼用 不如想想辦法 怎麼賠一件新的給人好 賠? 如果一般的報料 你說賠就不要緊 不要緊, 質地很漂亮 一看就來老貨 我們怎麼賠得起 那就糟了 你知道陳老闆那個管家 他死這麼殘忌, 死這麼兇 他說我們三天之內賠不到的話 就抓人兼風暴 如果這件事搞大了的話 我們哪兒還有生意做 那…怎樣才好… 真是的 蘭姨, 瑞叔 你們別這樣 這件衣服我會想辦法賠給你們 發仔, 你不要下巴輕輕 你怎麼賠 你們放心 就算我去黑, 去借桂嶺 我都會賠這件衣服給你們的 發仔… 你知不知道換招牌的人嗎? 你快幫我找師父回來 我招牌搞一半, 那人掉下來掉傷了 一生間很難幫你找的 也要找的 老闆, 你們找人嗎?我甚麼都會做 發仔, 換招牌很危險, 行不行 行… 幫我搞定他, 我走了 來…在那兒, 是嗎? 是…那兒 你怎麼不怕死 我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你不懂做就學人家做 發仔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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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香 阿香 阿香, 你幹甚麼 你被百姑打 究竟幹甚麼?你出一句話好不好 你在街上當了爛底? 那跟著… 他們不是對你幹甚麼 沒有 我本來打算拿幾件百姑不穿的衣服去當 到時才再熟回來 我已經進了店舖了 但是我很害怕, 就跑了出來 為甚麼我這麼小膽子 你真是傻的 拿百姑的衣服去當 如果讓她知道的話, 她一定會打死你的 阿香, 你怎麼可以做這種傻事 這件事你別管了, 我會搞定 小妹妹, 你快陪我去桂里心裡 發仔, 敲桂里不是開玩笑的 是呀 發仔, 別走 不准去 發仔, 借桂里會惹到一身危 你們就不用再勸我了 做人要有頭有尾嘛 既然這件事是因為我而起的 我就不會負責到底 發仔, 無論如何都好 我都不會連累你們 發仔, 我昨天一時心急 口快快胡說話而已 你又不用這麼在意 這件事你也別這麼心急 讓我們慢慢想辦法 一定行的 現在除了錢, 還有什麼辦法好想 那倒不如趁這件事還沒搞大之前 你讓我去吧, 萬一讓那個殘餘婆知道 阿香就糟了 發仔 我看好那件衣服了 你看, 只有她靚口有些東西 整件衣服都沒什麼事 不一定要陪她那件衣服 再加上蘭姐剛才說 要我們陪那個是家裡的下人 那個主人也不知道這件事 或者我們找到那個主人 直接把這件事告訴她, 再求求她 或者有彎曲呢 是呀…讀語也有說 炎黃異見, 小鬼難填 說不上那家的主人, 以話為… 是呀, 穿這些衣服都是讀書人 讀書人應該會明白事理的 如果我親自去道歉的話 或者他們會諒解呢 他們真的這麼慘嗎 還慘一點也有 你知道吧, 發仔記和阿香 是青梅竹馬的 但是百姑偏偏不讓他們來往 他還胖大鴛鴦 而且百姑也有個鄉當成姚田樹 想讓他嫁給有錢人到義太太 這個根本就是典型的風氣壓迫 你為甚麼不反抗呢 勸法都規定戀愛自由 而不這麼父母包辦婚姻 你應該和百姑抗爭的嘛 對, 要抗爭… 不過呢, 現在阿香和阿發底記 怎麼可以偷偷地交往呢 為甚麼偷偷摸摸 你應該站出來和她抗爭 實在是不行的話, 就和阿發私奔 私奔?不行的 如果被百姑抓到的話 肯定會打死我的 你這麼小膽, 怎麼追求自己的幸福 就是因為她被百姑打破了 不過不要緊, 有我們街坊幫忙的話 就算小膽, 也會變得很大很大 像你家庭那麼大 阿香, 我幫不了你甚麼 既然這套衣服你這麼喜歡的話 是呀, 我就送給你做個紀念 送給她?送給我? 沒錯, 是送給你的 要記住, 每個人都有追求自己的愛情權利 你一定和百姑到底 追求自己的幸福 我們大家都會支持你的 我會的,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 是呀, 你不怪蘭姨了? 是呀 難怪我怎麼會怪她呢? 我都知道她是一片口心 我會吩咐家裡的客人 繼續讓她洗我家裡的衣服 謝謝… 這件衣服真是我的 我是不是在這裡發夢 你會痛呀 你會痛呀, 一定不是發夢 這套衣服呢, 天真萬況 是屬於你的 走吧, 我們回去告訴你街坊 你有一套這麼漂亮的衣服 走吧 我都知道, 我自愛你 你覺得… 我只要想要跟你有一個人 Baz了她的水 我看啦, 跟人家… 是母親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